大家好,我是小周 前两天我弟报了一个深圳班学CE驾驶证 现在科目一已经考完了 现在在学科目二了 那个驾校的老板娘说要去交钱 我现在就要出去吃饭 顺便把钱交一交了 一个八块的排骨面 过去吧 对,对,对 现在饭吃好了 要去交学费了 交钱交钱 你来着吗 是 他在吃饭去了 刷卡 没本卡 没本另卡 本来是要给他刷卡的 但是他那个货司机没电了 后面我就用微信支付的 一共付了2650块 他这个学费总共是5300嘛 报名的时候交了一半 然后现在 练习科目二把后面这一半交了 他这个5300块钱里面包含的 那个补考费 然后来回路费 除了这些钱 然后就还需要交的就是说 你自己去考场模拟 模拟科目二的话交200 科目三的话交150 其他就没有什么开支了 我感觉还是很划算的 我去年在清元考的 花了8000多块 现在今年考深圳班 更便宜了 去年他们考的都花了6000多块钱 5300块钱在深圳考个驾驶证 是不是很便宜呀 在你们老家需要多少钱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